2017年的Feeson Europe的紀念牌 那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金屬色的外殼上面 這邊是Feeson的酒杯 上面這邊呢就是這個插圖上面的得獎者的年份 它的名字 那裡面的牌能長這個樣子 排杯長的呢是這個花色 這個概念有點像是歐洲那邊的國旗的一些顏色的顏色 還有年份 然後牌面呢 那這法的特色呢就是它所有的人頭牌的部分 全部都是 蜜蓮的Feeson曾經的得獎者包括他得獎的年份 他的大名 每一張每一張都是世界知名的魔術師 那有金屬的也有五台部門的 如果你是一個魔術師的話 他可能對這些魔術師的名字都會有特別的印象 那這邊是截至於2017年以前的得獎者 他的鬼牌長得像 這樣子 用Feeson的獎盃疊出來的一個保齡球出來 那另外一張鬼牌呢就是 Feeson的獎盃被保齡球打倒了突然 還在那張鬼牌 好 以下呢就是 Feeson YouTube的一期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 魔術這個禮物的話 這物牌對你來說應該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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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